首先這是我們背經文 我希望大家背了 如果你背了 你就可以不看著這個經文來讀 前書十五章五文言節開始 就在一撒時雜眼之間 浩童末次吹響的時侯 因浩童要吹響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老衛的 我們也要改變 者必老衛的總要變成不老衛的 者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者必老衛的既變成不老衛的 者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常所記 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然了 這個是三次的經文來的 三節 希望大家練了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是證明 大災難後沒提過 因為它說什麼呢 它說在浩童末次出向的時候 由死人復活成為不老衛 我們就要改變了 即是說 死的人都要復活成為不老衛的 然後那些必老衛的人 我們的身體都會衰白衰弱的 會老的會死的 就會變成不死的 不老衛不死的 那時候死被得勝吞滅 這個時候 寶羅也說我們也要改變 也要改變 即是寶羅也有份 它都會到時改變形象 那又讓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當寶羅改變形象的時候 亦都是被提的時候 在《貼壽靈教》前書四章 同這個經文都是講到寶羅復活的 寶羅這裏講到它復活和改變形象 就是什麼時候呢 死被得勝吞滅 即是說再沒有死亡 大災難之中是仍然有死亡的 彪徒被殺的 但是在大災難之後 就再沒有死亡 所以這個 死被得勝吞滅 即是說 是已經再沒有死亡 大災難之後的 那我在網上也有講到 五點證明災後記題 就是彪徒預備好 而我又找到第六點 那我遲些就會 將那六點再一次 再清楚講出來的 好 我們讀的經文 今次一起讀 臨前十五章三節 或有人問 死人怎樣復活 戴著什麼身體來呢 四十節 有天上的形體 也有地上的形體 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 地上形體的榮光也是一樣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者星和那星的榮光 也有分別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重的是必那為的 復活的是不那為的 這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死人會復活怎樣 我們帶著什麼身體 那寶萊就說 地上有地上的形體 天上有天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的榮光也很不同 有日的榮光 有月的榮光 有星的榮光 而這顆星和那顆星的榮光不同 大家看到這個圖 這個是太陽 這個可能是地球 右邊那個 左邊有些星 有些光點的星 有些弱點的星 就是有一天我們復活的時候 都會每一個人的榮光是不同的 他說 死人復活也是者 所以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復活的時候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榮光是不同的 有些人就說 不要緊 你有榮光大一點 我有榮光小一點 你有大光燈 我有小電筒 沒什麼所謂 那麼 另一個經文 是會給我們看到這個榮光 是包括什麼 春埃及記33章18節一起圖 摩西說 向你顯出你的榮耀吸火汗 而又話說 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 這裡 摩西是求見神的榮耀 但是神回答他的時候 他說我將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 而後來 那個經文詞 是說到我的榮耀經過你的 他讓他看到他後面的榮光 看不到前面的榮光 那這要告訴我們 就是神的榮耀 是有祂的恩慈在裡面 是有祂的愛在裡面 那神的榮耀 就是說 祂裡面不只是光的 不只是好光 是包括什麼呢 一起讀 恩慈、喜樂、愛、聖結、尊貴、善良、能力 神的恩慈 就是祂的慈愛 祂的恩典 祂的喜樂 神的愛裡面是充滿喜樂 充滿愛的 祂的榮光充滿愛的 又充滿聖結 充滿尊貴 善良和能力 所以 當我們復活的時候 有些人 是永永遠遠享受 更大的榮耀 更大的愛 是永遠 有些人 都是個個都享受的 就是沒有一個都不享受的 不過 是好像 一級和一百級那樣比較 就是有些人是一級的榮耀 有些人是一百級的榮耀 或者一千級的榮耀 如果有機會聊聊天 一千級的榮耀 講到那種榮耀是怎樣的 那一級的說 哎呀 我早知道是這樣 不如我應該做些愛主 更加聽耶穌話 遵從神 更加在天上得到更大的榮耀 希望大家都渴望 因為你所做的一切 耶穌話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節 都不能夠賞賜 所有的紀念 所以是很划算的 最划算的 賞賜是遠超過你付出的代價 你給一杯涼水有多少代價 但是你得到很多很多倍的 我還是會再給你 很可怕 你會要來 你會怎麼看 我還要來 你會怎麼看 我可以給你 我還是有多大的 我還是會怎麼看 你會怎麼看 有多大天 我還是會怎麼看 你會怎麼看 我還是會怎麼看 你會怎麼看 你會怎麼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